青海高原地区有电影夫妻档 三十多年来 坚持为农牧区的村民播放电影 54岁的许国强和妻子 都是青海共和园的电影放映员 这一天他们来到这条村 由车里面搬出放映的设备 做简单的维护和调教 为今年入春之后第一场电影放映做准备 这一队电影夫妻档 现在负责在六个乡 合共四十几条村播放电影 他们在平均海拔三千米的农牧区 已经坚守了34年 农牧区界文化生活单调 他们选择的电影村民都很喜欢 一合播放电影 许国强都会播普及安全知识 和保护生态等的宣传片 三十多年的放映生涯 许国强夫妇经历了胶片 黑白电影 向数字彩色电影的跨越 他们说只要有人看 就会一直播下去 对于很多人来说 死亡是忌諱的话题 但是北京有四个年轻女子 就决意加入火化行业 北京白宝山殡仪馆有一对火玫瑰 她们是四个平均年龄 只有24岁的女孩 毕业于专业院校就读殡葬专业 现在负责围体火化工作 服务两个世界的人 殡仪业业在华人社会来说 算是比较忌諱的行业 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这个职业呢 现在年轻人加入殡仪业业的例子 越来越多 女性在这个行业里面 更加有她独特的优势 女性她有她的特点 温柔 细致 感性 让家属更容易接受 当初我们招收女性的时候 我们也面临一个困难 就是说是否有人愿意干 但是我发现随着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 其实年轻人很容易接受这项工作 她说如今殡仪业业 不再只是过去简单的火化 而更多的是要服务死者和家属 《无线电视机者》黄善河报道 澳洲派出高层官员 到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访问 据报将会讨论当地和中国计划 签署双边安全合作协议议题 澳洲太平洋事务部长 赛赛利亚 抵达首都霍尼亚拉展开两日访问 说这个行程将会加强澳洲和 所罗门群岛的关系 早前有报道指 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即将签署的协议 将会加强两国执法合作 包括容许解放军的军艦 在当地港口靠岸和補给 据报美国也安排负责亚洲事务的高层官员 今个月访问所罗门群岛 中方多次表明 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开展正常的 执法和安全合作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不具任何军事色彩 美国国务院发表2021年度人权报告 批评北京过去一年违反基本法 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 继续侵蝕香港的政治自由和自治 中方对报告的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报告提到北京透过基本法选举条文的修改 从根本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 阻挠不获北京认可的政治团体参与 又说香港警队按港区国安法成立的国安公署 由中央政府监管 并容许内地人员参与 已经不能够确定特区政府 是否仍然可以有效自主控制香港的安全事务 另外报告也列出 指控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包括被消失 任意拘押 关押政治犯 以及抗制言论 新闻和集会自由等等 名且说新疆仍然存在针对 荣耳族等小组民族的种族灭绝 和违反人道罪行 中方批评美方的报告内容是罔顾事实 颠倒是非 创析政治方言和意识形态偏见 中国的人权状况如何 中国人民心中有意感称 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如何 国际社会早就有目共睹 这都不是美国某些人说几句话 或者发表一个报告就能够诋毁的 美国政府年复一年 借所谓人权报告 诋毁抹黑中国 攻击世界多国多地 企图将自己塑造成人权判冠 人权标杆 这恰恰暴露了美方的虚伪和双标 巴基斯坦新任总理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说 将会加速建设中巴经济走廊 中方对此高度赞赏 中巴经济走廊启动以来 为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做出重要贡献 得到了各界广泛赞誉和认可 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 继续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上海新增2万6千多宗病例 继续创单日新高 不少居民为了解决生活物丝不够 和邻居倚物益物 持续风控的上海 民众要出去买菜不容易 部分的社区团购价格昂贵 或者月到出货延误 甚至取消物资开始短缺 以物益物成为新的日常 有宠物主人就将自己的猫主子 借了给邻居半个小时 来换取三个橙 有内地传媒公开部分小区物价 例如最高级的是汽水 可以换任何物品 即使油也可以换到六只鸡蛋 甚至可以用一套名贵的护肤品 来交换三支辣油 上海市场监管总局说 针对社区团购控台价格 团积居期等的行为 将会从检查柱 并要求供应商做好稳定价格工作 在感染中数方面 上海星期二新增1,189宗本地确诊 同25,141宗本地无症状感染 上个月至今累计有20多万宗个案 在星期二有905万人接受了核酸检测 同1,094万人做抗原测试 另外当局统一方仓医院的出院标准 患者在入院第二天开始 要每日做核酸检测 连续两日结果呈阴性 经医生判断之后就可以出院或者解除隔离 而目前患者平均的住院日数 逐步缩短至大约一星期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宁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表报告 说中国和俄罗斯持续开发和部署 能够打击美国卫星的武器 以削弱美方在太空发展的优势 中方批评美方反复算掩所谓中俄太空威胁论 实际是谋求称霸外大空制造借口 美国国防部核下的国防情报局 星期二发表报告 点名中国和俄罗斯正是积极企图挑战 美国在太空发展的优势 报告说中国由2018年至今 拥有超过250枚人造卫星 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 仅次于美国 当中很多卫星可以用于监视 跟踪以至瞄准全球各地的美军 以及美国的盟军 报道又说 中国同时积极开发和部署 例如反卫星导弹 激光武器和各种干扰器等 能够直接破坏卫星 或者干扰卫星通讯和定位功能 俄罗斯也都已经发展出反卫星导弹 还有干扰以至阻止使用卫星通讯 和拍摄图像的电子作战能力 国防情报局官员形容 美国和盟友在太空领域面临的挑战 持续上升 美国需要维持太空的安全稳定 以及让所有国家都能够继续进入太空 在北京 外交部反显美国先是太空安全的最大威胁 发言人说 中方一向战斗和平利用太空 反对把太空武器化 而中方探索太空 是为了满足国家经济 社会、繁荣和安全等的需求 无线电视记者周慧晋报道